歡迎收聽《會講沒有白療療電台》 我是阿丹 今天我們邀請到了在佛化界非常著名 但是他本身也參與這個 資源明華園的那個後場 後場的音樂的部分 那個二虎嘛對不對 聽說是這個首席二虎 沒有沒有沒有 太誇張了 的展哥 你好阿丹你好 你好你好 大家好我是吳泉仔 那我現在主要的工作就是從事這個 繪畫的教學 那其中又以佛化為主軸啦 對 我在佛光山南平別院的佛化班教課 然後也有在台南大學兼課我的母校 那除此之外像剛剛阿丹你說的 我也有在兵花園或者是其他的劇團 偶爾會兼一下就是這個 文強樂師伴奏的工作 那大家一定會很好奇說 你為什麼當初是選擇要踏入這個領域 因為佛化算是你的主業對不對 就是畫畫跟教學的部分 對對對 那你當初為什麼想要學 不是西洋畫 不是那個廟宇彩繪 而是專攻在這個佛化的部分 應該說這個是從小只有奇跡吧 可以分兩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就是小時候 因為我住在聯士坦附近 那有很多的宮廟 那是我們生活的一個範圍 有宮廟就有神像 有門神 有壁畫彩繪這些 那小時候也對就是比如說 名家的這些西門插插 博插插 或者是廟裡的這些 對很有興趣 那看到之後就會自然想要去臨摹或是繪畫 就是小時候就有這樣的因緣 就是也沒有去學畫 可是就會自己拿畫筆來臨摹這些宗教的圖像 就是看著這樣描這樣子嗎 就沒有看著 然後就是好像我們講的對靈 就是比如說 我都猜猜在前面 我們就拿一張紙 然後這樣好像對靈把它淋下來 或者是廟裡面畫門神這樣 對然後這個是小時候就是沒學畫的時候 就是會自己很自然的就去做這個動作 大概多小 小學 沒有就是真的非常小 就是還沒像幼稚園就在畫 真的假的 對 大概是 這是一個最初的一個因緣法跟契機 就是跟宗教圖像有接觸的這個部分 那後來 我就到高中時期是訓練美術班 那時候我們就為了升學 我們就要開始做一些術科的訓練 比如說 樹苗水彩啊 書法 水末 我們全部都要練 因為要應應術科考試 好 那這時候就是都是在 比如說記憶的訓練上 因應我們考試 然後後來到了大學 美術系也是繼續在這個部分做學習 可是那時候都是 宗教繪畫圖像的部分是都沒有碰 就是希望 對 主要是要在 應該說 主要就是在學院的這個脈絡下去做訓練 那 學院裡面其實是沒有所謂就是宗教繪畫的這個課程嘛 那時候也因為就是 這樣的緣故 所以就專心比如說我在練習一些工筆畫 水末啊 油畫啊 因為我們台南大學是綜合的美術科系 對 那所以我們什麼都要碰 那只是說我對東方繪畫這一塊就有興趣 所以我會在比如說工筆畫 或是教材畫 水末畫這一塊去做在專研 在深入 對 那就在這個時候就把 比如說你們現在看到 像我們今天工作坊會做的這些記憶的部分 把它補起來 對 那剛講的就是在這段時間 其實我是沒有在畫宗教的圖像 好 那一直到研究所 研究所我到台師大去年研究所 你是美術系嗎 對 美術系 那一樣是在國畫組裡面 都是東方繪畫的這個脈絡 那 那時候其實一直就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創作對來講是什麼 我要畫什麼東西 對 好像人家說你在找自己的過程 是 可是你在學院裡面受這些訓練 當然看到不同的名家的作品 都覺得 老師介紹的 講解的 都有他一套的這個理論跟脈絡 可是看作品的時候 或者是自己在學習的過程 好像少了一些 真的可以讓自己好像感動 或是打到心裡面去的那一種感覺 對 那就在 有兩個展覽是讓我回來從事宗教繪畫 是有很大的一個因緣 第一個是2012年 那個林濟鋒老師在佛光山南平別院 就是我現在任教的這個南平別院 還有辦了一場就是白描佛畫的展覽 那 那時候我看到他早期所畫的這一個 華言三聖的作品 我覺得非常的殊勝跟莊嚴 那時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原來這個作品可以帶有這麼大的力量 除了莊嚴之外 是你看了之後真的會很感動 然後我記得我在作品前面站了也蠻久的 因為那種感覺是我在 之前講的這個學院的這個脈絡裡面 我是沒有感受過的 對 那就是 這應該就是我想要找的東西 所以我回去之後就開始 尋找了比如說在 中國繪畫 東方繪畫裡面白描的這個脈絡 所以我追回到了就是宋代理工靈的 這一個白描繪畫 去做靈摩跟學習 好 那這是第一個展覽的部分 那第二個展覽是 2015年底到2016年初 在佛光山的佛陀紀念館 那時候他佛陀紀念館跟大陸 借了就是一批就是水陸畫的藏品來 然後他來的是 現在非常珍貴就是明代的這個 保寧寺的水陸畫 那當時來的有如來布 就是我們講的佛祖的這個 如來布 菩薩布 還有很多就是水陸畫的掛照 那我光在如來布 跟菩薩布的這一個作品前面 只有兩張畫 我站了應該超過一個小時 連那個現場的那個導覽人員都說 弟弟我看你好像對這個畫很有興趣 抽筋的走動 然後頭一直貼在那個玻璃上面 因為我要看這個作品 這一次的作品跟之前的百秒不一樣 它是有上色的 對 那它的這些色彩就是今天向我帶來一些 就是礦物顏料所畫的 所以它其實經歷過了就是好幾百年 它也沒有退色的狀況 甚至說那個 那個菩薩布有比較老化的這個現象 變得比較暗沉 可是這個顏料的顏色 還是非常的就是典雅 所以那時候我在原作面前 其實會站那麼久的原因是 除了看很莊嚴的髮像之外 也在想說 到底古時候的這些畫室 它是怎麼將這些色彩填上去的 還有就是每個色彩它落的這個位置 甚至包括今天我們主題苗筋的部分 在這些佛菩薩的衣服上 也有做一些苗筋的這些彩繪 對 那就是這兩個展覽的契機 又讓我回到的宗教繪畫 跟宗教繪畫的結軌 所以我最後才在研究所的末端 對 然後再回到宗教繪畫這一塊 然後做我的畢業論文 跟一系列的佛畫創作 然後回到了高雄 2018年畢業之後一回來 我覺得那音樂也是很巧妙 就是南平別院的法師 師傅就找我去教佛畫 對 我覺得這看回頭看覺得這個音樂 好像就是民意之中 安排好的 都是有安排的 可是當時候你並不會怎麼這樣想 對 所以這大概就是我 為什麼現在會從事就是跟宗教繪畫 有關的工作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樣算起來 你佛畫算是自己學的 對不對 算是 沒有老師就是手把手這樣教你 沒有就是你自己去揣摩 然後加上你自己習得的 從以前到那個時候 習得的一些記憶 然後再自己去加上一點天分 然後自己去把它發展出你的一套創作方法 天順是不敢說 因為我覺得天分就是 你就是喜歡 所以你自然會這樣做 對 那佛畫當然除了說這個造像的造型之外 那其實像到研究所接觸之後 到後來像我現在從事教學到現在 其實佛畫它不只是 單純的畫佛像 為什麼它叫佛畫 因為它背後其實有承載一些 佛法的意涵 跟內容 它並不是單純我就是去畫造像 所以像小時候在畫的時候 是單純就是覺得 就是很喜歡這個圖像 就是真的很尷尬的 就一直歸了 可是你其實並沒有所謂的 太多的比如說 佛教的一些知識 或是佛教藝術的這個概念在裡面 就是喜歡畫 可是那是一個 我覺得最初的一個種子 那到最後 到研究所 到甚至到現在這個期間 就會更注重就是這些畫背後 所帶的這些含義 對 因為像佛畫裡面 像有些比如說本身故事 金電話 它裡面是有很多很精彩的內容 它是宣說佛法的 那如果有人因為可以看到這個作品 那接觸佛法 不敢說很高聲 因為有的時候其實很簡單的一句話 可能可以幫助一個人去開竅一些事情 或是跨過一些困難 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珍貴的事情 所以包括像今天上課 我也會先跟同學 就是先簡單的講一下 就是這個蓮花的團紋 它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那它從哪裡來 就讓同學有一個知識性的了解之後 我們再去做操作 這樣才不會淪落 就是好像只是 表象 對表象 然後為了技法去畫 然後就單純就評判說 這個線畫的好不好 這個顏色上的好不好 對其實在這個之上 它還有更多的 知識架構的體系必須要縱觀 那才會幫助我在佛法這塊 才有再成長這樣子 對 這個領域 它的生態是怎麼樣的一個生態 就是說 是不是有真的很多人在從事這方面的教學 或者是創作或推廣 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比較多是 譬如說 什麼 什麼 我說 譬如說禪定 或佛法的一個宣講或推廣 這樣子 比較少聽到 在用佛化這個部分 在佛學這個領域比較少聽到 這樣的一個職業 應該其實都蠻多的吧 而且我反而覺得 其實台灣越厲害的人 他是越低調 越不會浮現在檯面上的 我感覺是這樣 可是像 比如說你說佛化藝術的神台 像韓國 它有專門的佛化藝術的科系 那它是有一個一系列 就是養成的狀態 那不像我 像我只是借助 比如說我在學院裡面 訓練的這些技法 那我出來之後 因為我對這個宗教繪畫 很有興趣 很有興趣很喜歡 所以我再去鑽研 對 那比如說我去聽佛法課 或者是去找一些資料 上課前都要背課這樣子 就變成是 我就是借用我原本有的 這一個部分 再去補我不足的地方 然後把這個比如說佛化的教學 或是創作表現出來 那台灣其實也蠻多就是 做相關工作的佛化藝術工作者 其實他們都各自的默默的在努力 對 這是我覺得台灣的狀態跟 比如說像我剛剛舉例的韓國 是比較不一樣的 所以台灣它沒有一個 一個固定的教程 養成 沒有 可是可能民間有啦 對 可是在學院裡面是沒有的 可是像近幾年那個 華泛大學 對 它就主辦 舉辦這一個 佛教藝術的相關的科系 那還有一系列的養成的課程 對 那還蠻夯的啊 那像它近期也有就是 就是請就是韓國的佛化老師 來教大型的水路化的製作 對 那它其他也有比如說 木雕的課程啊 種種之類的 對 那是近幾年 才出現的熱門的科系 比起你那時候在學的時候 近幾年是有慢慢的在提升這方面的 對 那我剛剛講的 其實民間的老師很多都 默默的很認真的在默默耿耘這一塊 其實是蠻多的 對 大概是這樣 那你這樣從以前學習啊 然後從學生嘛 然後也當了老師這樣子 然後你接觸了很多 因為平常也都會去民間去看很多的 算是民間或田野的素材這樣子 那你覺得自己還有需要提升的是什麼樣的地方 可以幫助在你的創作上 各方面都要提升 謙虛了 沒有 沒有確實是這樣 因為藝術它沒有一個重點 對 而且其實我們如果有接觸到佛教繪畫藝術 其實你理解越多 比如說佛教藝術的脈絡 或者是甚至有接觸到佛法 那個都會出類旁通 幫助我們在做作品的時候 有更多的 我覺得是關照的部分 那個可以幫助你 比如說在 不管是畫圖的過程可以安定下來 或者是在髮像的呈現上 你可能莊嚴一點 我覺得那個是有幫助的 那當然最基本的還是要 我的基礎工網還是要穩定好 就是如果今天如果連拿筆勾線或是上色 我都有問題 我就沒辦法再繼續往後做這一塊 對 所以它其實是相輔相撐的 所以為什麼說要全面的都要提升 是因為 你如果不提升 你就是退不停在那裡 那怎麼樣的提升法 就是譬如說你會去做什麼樣的 譬如說多出去看看 或者是怎麼樣的一個提升方式 比如說記憶的部分 當然那個是在畫室 我可以繼續去練習的 或者是我可以再去找老師去學習更多 我覺得我不足的記憶的部分 或者當然這個是基礎的部分 那如果在像佛教相關的這些知識 或者是像我也會去寺院裡面參加法會 可是參加法會其實就不單純就是那邊跪拜而已 如果今天拜了什麼禪 送什麼禪 那我們可以去理解一下這一部禪 或者這一部經典裡面 才在宣說什麼 那宣說的這個背後 它其實是有佛法的意涵 那如何可以把它融會貫通 運用到生活當中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 我在畫佛像或者是接觸佛教藝術 收後最大的部分 因為那個部分才可以讓 比如說我們有很多比較不好的習性 或執著 有時候打不開或是跨不過去 可是有時候跟著你去法會 聽到法師的開始 或者是你看書看到一句話 那個點可能就打開了 或是你就跨過去了 可是當沒有那一個因緣的時候 你自己在那邊一直撞亂撞亂撞 有的時候其實你就是在一個circle 就是一直循環你跑不出去啊 對那這是我覺得看不見的部分 努力的部分更重要 比如說就是知識軟體的補充 包括我去參加法會 或者是我去上一些佛法課 聽就是法師的這些講習 好那出此之外還可以去看展覽啊 或是出國去國外的寺院走一走 這是因為不同的國家的文化脈絡 它所出現的這個佛教藝術 它都有不同的轉換 可是它轉換的背後 其實也離不開 就是最終的這個佛法的部分 所以你看越多 了解越多 理解越多的話 都會對我在接下來的 比如說佛化藝術的呈現 它是有絕對的幫助 對就是這樣 那今天帶來的這個課程 是怎麼樣的一個課程 今天帶來的課程 好 因為當初像阿但你知道我開課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那我應該要從 要找一些 對要上什麼課 對 那想說這個月是農曆七月 是 那在佛教裡面講的 其實它就是一個慈悲月 是 或者是孝道月 好 那它其實跟觀世音菩薩很有關係 比如說艷口的大師 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化現 好 那 我就從這樣的發想 一路一路連下來 又回到了觀世音菩薩身上 好 那我就想說 那 因為工作坊其實就短短兩個小時 嗯 我要怎麼讓來的 這些學員 在短短兩個小時內 嗯 那有些可能是沒基礎的 對 讓他們可以看到就是 都覺得佛畫藝術精彩的部分 嗯 對 那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 接觸的一個點 就是他覺得這個東西 嗯 它有收穫了 嗯 它才會再往下去 去走 去了解更多 沒錯 對 好 所以我才會 想到觀世音菩薩 好 那觀世音菩薩身上什麼東西可以畫呢 我就想到很多文士 嗯 因為它比較繁複嘛 比較漂亮 嗯 那我就找到了就是這個 明代法海詩水月觀音 嗯 的這張作品 水月觀音 對 那 它的身上有很多的這些 苗精的這些文士 嗯 那我就找了今天的主題 就是蓮花的文士 嗯 讓同學來做這個繪畫 嗯 那當然蓮花也有 背後在佛教也有很多的意義 嗯 我上課也會跟同學介紹 嗯 那當同學都理解了之後 嗯 他也不一定要理解 他就是稍微知道了 畫 有一個接觸的一開始 那 再來做這個始作 然後不管你畫得好不好 那至少 欸我們今天不一樣的媒材 比如說我們的精靈啊 或者是紫青紫啊 這個都不是一般 呃在外面你會輕易見到的東西 嗯 雖然我們今天是用比較替代的這個媒材 可是還是盡量讓同學可以看到 欸就是苗晶的這個繪畫 它所產生的這個魅力跟質感在哪裡 可是這個魅力的跟質感 它背後其實好像是引導我們去接觸這個佛畫藝術 那我剛說佛畫藝術 背後它其實有承載一些佛畫的部分 嗯 那如果有學員可以因為這一個上課的這個課程 欸有後面更多的接觸 那對它有幫助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工作坊會是 它後續有更多的效率 嗯 而不是我就單純只是開一個工作坊 然後就草草的結束這樣 嗯 所以我會很 呃 注重就是我這一個工作坊前面的發想 到後面我可以給學生什麼 嗯 那當然不是說 呃一定會講到讓學生都懂 對 只是它這是一個機會 因為我們時間也有限 那希望在這個機會讓 呃 來的學員可以留下 呃不一樣的印象 對 那看往後有沒有 可以讓這個種子發芽的機會 所以這個就是 就是這一次課程的一個設計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舉辦活動 其實我們都背後都有一個深層的意涵 不是說隨便拿那個東西來舉辦這樣 對 然後來了走 對 提議完就走了這樣 對我來講我覺得是這樣 對我們也是 對 因為這樣才有教育的意義 是 那因為有這個教育的功能 其實像我在佛光山教課 那佛光山也很重視教育這一塊 對 那所以很多就是退休人士 甚至上班族 他們都還是會回去 人間大學進修 那有的時候你看到這些 呃 他們一定是 退休的阿公阿媽 或者是爸爸媽媽這一輩的 他們願意再去學習 其實你會很感動 嗯 因為有的時候人的年紀 可能越增長的時候 他會越不願意學習 對 對 我覺得是這樣 那你當看到這些 叔叔阿姨 甚至阿公阿嬤 嗯 他們 他們的生命其實已經 一直在成長 其實他 甚至是老化 因為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對 可能他還是一直在學習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感動的 對 所以在 從事教學 尤其是老師這個身分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提醒自己 這一塊必須要把它 很注重的把它發展下去 對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最後呢 我們想要請展哥 給我們想要 對這個領域有興趣的年輕學子 嗯 他可能不知道怎麼樣接觸 或者不知道怎麼樣去鑽研或著手 嗯 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什麼樣的建議 對 或者是說已經在這條路上的人 然後他想要再 再堅持下去 繼續走下去 好 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其實就我剛才講的啊 就是 持續的學習 是 不論是 硬體的學習 就是技法類的 或者是軟體的學習 知識類的 都是要不斷的充實 那如果今天是我一個是 完全沒接觸過 但是我聽完 或是我來上完這堂體驗課 我覺得對這個很有興趣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樣 我不知道那個路啊 怎麼樣要怎麼走 怎麼樣繼續接觸這一塊的東西 比如網路上找嗎 或者是怎麼樣嗎 可以來找下港人 然後來找我 沒有開玩笑 就是網路上也是一定會有下關的課程 其實像北部也蠻多 也不一定北部啦 就是其實全台灣各地其實都有佛華老師 對 其實如果認 你真的想要學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找到這些資訊 對 那 就是現在網路 Google很方便 對 那可以自己透過這個搜尋 然後找到你覺得適合的老師 這是一個方式 那再來你也可以去 比如說買一些書籍啊 因為有很多就是 比如說美術類的工具書 或者是剛講佛教藝術的書籠 其實很多很多 對 那在這個時代其實最不缺的就是資訊 那只是怕我們就是比較懶的學習 像我就是那個很懶的那個 所以就是要提振精神一點 靜靜自己這樣子 對 然後也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說 剛剛這個老師 展哥有跟我們分享的就是說 你在學習這個佛化的過程 不是只是有注重在這個記憶上的精進 要更多的是要去了解它背後這個佛法的內涵 甚至也 你也不用講 一開始就要那麼高深 就是可能了解佛教藝術的一個脈絡 或是它的奪養性 是是是 接受的越多越廣的時候 你就 你可以 未來可以發展的東西就會越多越廣 不要把自己就是 好像鎖在一個固定的一個形式 或是空間裡面 綁住自己這樣 是 大概是這樣 好 那今天我們非常謝謝 我都叫他展哥 我們現在非常謝謝展哥 今天來下高的人開課 就是開這門體驗課 然後報名的也是 一直有人問說有沒有名額這樣子 對 然後也很謝謝展哥今天來跟我們錄這個Podcast 跟大家分享說 他這個整個從小時候接觸到這個 宗教化的這個過程到 這個他長大然後進入學院學校裡面 然後怎麼樣的學習 然後到自我提升的這個過程 還有他自己的這個經驗談 他都跟我們分享了這樣子 對 那也希望這個有緣人可以 對這個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找到 就是適合自己的這個方法跟門路 繼續這個在這一塊領域上面鑽研下去 好謝謝展哥今天來參加我們的這個Podcast 謝謝 謝謝 謝謝